Hello大家好,我是小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道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期 佳容裤子的合集视频 这些裤子呢有西装裤啊,然后有小脚裤啊 还有那种流仔裤 有黑色的啊,白色的啊,还有那种蓝色的啊 都有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就回家里去吧 第一条呢,就是这一条黑色的佳容小脚裤 这种裤子呢,其实我去年是买过一条 它的这个同款啊,就是在同一家店买的 然后呢,我今年春天也是买了一条 它的那个单裤子,就这个裤子的话 你既可以买佳容的款式,也可以买那种 如果你是天气热一点的地方,像广东那些地方 你就可以买那种不佳容的款式 它这个呢,就是价钱的一个差别 其实质量的话,我觉得都还好了 因为这条裤子呢,我去年是买过嘛 就是质量上它是没有特别大的差别的 它这个地方呢,弹性也是比较大的 就好像是适合80到95斤吧 因为我买的是S嘛,还有稍微大一点的码数 我买的这一条呢,它前面是没有扣子的 它还有其他的款式是有扣子的 有一粒扣啊,两粒扣啊,那种都有的 然后呢,前面就是有两个这种口袋 这种裤子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搭配那种骑士靴啊 或者搭配马丁靴穿就很好看 就是你搭配骑士靴上面就可以穿短款的上衣 如果是穿马丁靴呢,就可以穿大衣还蛮好看的 这条裤子的话,它就是会有一点点轻微的粘毛 这样子 第二条呢,就是这一条黑色西装毛泥裤 这条裤子呢,我买的是一个黑色的那种 8分XS嘛,就是适合75斤到89斤的嘛 这个就是对于小哥特别的友好 就是它的长度,大家可以看到穿在我的身上 是到我的脚踝那个地方嘛 底下就可以穿一个黑色的袜子 然后再穿一双小皮鞋就还蛮好看的 上面呢,就可以搭配那种大衣啊 或者是搭配那种格子的大衣就很好看 这条裤子呢,它这个面料的话还是比较舒适的 但是我看它上面写的是加绒加厚的 它里面的话,就是它里面是没有绒的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但它里面的这一个面料呢 我觉得比一般的那种裤子来说会稍微厚实一点 就是里面穿一个秋裤啊,都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它是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款式嘛 然后呢,其他的整体的质量我觉得还挺不错 就比较厚实的这种 外面没有什么线头,就里面会有一些线头 但是这条裤子呢,它就有几个通病 第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一点点粘毛 然后呢,就是这条裤子它穿在上会有一点点显胯 第三条呢,就是这条深蓝色的牛仔裤 这条裤子呢,它的颜色和图片是没有什么色差的 就是一个比较复古的颜色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 就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 然后前面的话就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 后面有一个小皮包 它这个呢,它就是裤腿上面的话 是有一个卷边的处理的 这条裤子的话,其实我去年也是买过一条 但是我买的不是,我买的是常规版 就是比较适合春夏秋穿嘛 然后这条裤子呢,它就是一个纳容的款式 我这次买的 就是它这个厚度呢,比我之前买的那个裤子 它会稍微厚一点点 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冬天穿的 然后呢,穿在上的话 它这个,就是很显腿直的一条裤子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的上升视频里面看的话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写三角区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看的话 就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 它那个三角区就那么明显 但其实是不是那么明显的 这条裤子的话,我觉得整体质量啊 做工都还挺不错的 就这个样子的 去年买的话,它好像会稍微有一点点掉色 第四条呢,就是这一条黑色的休闲裤 这条休闲裤呢,它其实整体的设计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前面呢,是有一个这种抽绳的处理嘛 然后呢,是一个全松紧的这种腰口 这个腰口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合身的 然后它底下这个设计呢,也是有松紧的 会稍微有一点点小线头这个样子 这条裤子呢,我买的是一个纳绒款 它这个绒的话还是蛮厚实的 就是我觉得这条裤子还是比较适合秋冬天穿的 如果你觉得再冷一点,也可以加秋裤 看不太出来 因为这条裤子它的版型呢,就是稍微宽松一点嘛 就是那种很休闲的风格 上面搭配卫衣啊,就挺好看的 或者搭配那种毛衣的,还挺好看的 这种裤子的话,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宽松休闲的风格也可以驱入 就是这种黑色的裤子啊,它就是粘毛有点严重 如果你家里是有毛的话 或者是就是有毛比较多的地方 就尽量避免一下 因为我这条裤子我在地毯上面放了一天 然后上面就粘着全部都是毛细的样子的 第六条呢,就是这一条格子的裤子 这条裤子呢,它的风格其实是我自己之前不太尝试的风格 也是那种稍微休闲一点的风格嘛 然后呢,它就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这种格子的元素 然后呢,上面的话是一个全松紧的设计 加上这种抽绳的设计嘛 它这个底下呢,也是这种收口的 就是它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扣子 就底下可以搭配那种马丁靴啊 或者小白鞋,就还蛮好看的 这条裤子呢,我买的也是一个家容的款式 它价钱是118块钱吧 里面真的是很厚实的 穿着上的话,就我现在这个天气穿着 还会有一点点热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冬天穿上我们湖兰的话 应该是足够了 然后呢,它这个面料的话也是比较舒服的 像这种颜色的话,就不怎么沾毛 不像那种黑色的裤子 那种黑色的裤子,它就特别容易沾毛 这条裤子穿在身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它也是比较遮肉的那种裤型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宽松的那种蘑菇裤的裤型嘛 第七条和第八条呢 就是我买了两条这种同款不同色的裤子 我当时看店家的摩托图 我觉得超级好看 就穿在身上的话,真的很显高 又显瘦的那种感觉嘛 上面搭配什么都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米色 就是那种奶性色的感觉 它这个颜色呢,和图片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颜色色差 这个颜色就是很沫流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就另外买的是一个黑色 这个黑色呢,就这样子 它这个裤子呢,穿在我的身上的话 长度对于我来说会稍微有一点点长 所以说就需要把这个边边给它卷起来 你如果是不卷起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拖它 就显得腿短嘛,不太好看 里面的话也是这种纳容的款式 就这样子的 这个容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厚实吧 就冬天穿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冷 就需要在里面加一条秋裤 但是这条奶性色的裤子呢 是我自己不太推荐的一条 因为穿在我的身上的话 就不像之前那条 深蓝色的那条裤子 它这条裤子还是真的会显三角须 就显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尴尬 不太好看 而且它是有一点点紧实的 就是我自己不太喜欢 这个黑色的话 它也会有一点点显三角须 就是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吧 就是它的质量的话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面料还是比较舒服的 但这个颜色的话也是黑色 它也是会有一点点容易沾毛的 这个地方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三条裤子呢 就是我买的一个同款 不同色的一条裤子 然后买的有薄绒款和加厚绒 那种加绒的款式吧 首先呢就是买了这两条薄绒款式的 一条浅蓝色和一条白色 这条白色的裤子呢 它这个绒的话 我觉得就是比较浅的那种绒 因为相当于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那种薄绒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绒真的有一点点太薄了 就是我觉得冬天过冬 肯定是不行的 就这样子的 然后呢这条裤子的话 就是它穿在身上 是不怎么显三角须 长度对于我来说会稍微有一点点长 这个面料还是比较舒服 就是这种牛角裤的面料 颜色的话 它不是那种纯白色 它是那种稍微带了一点点米色 偏黄色一点 那种米杏色吧 就是这条裤子的话 它的线头会有点太多了 就拿到手以后 我觉得整体的质量啊 做工可能不太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线头 真的好多 就感觉数不清的线头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条浅蓝色 这条蓝色的话 我觉得颜色还真的蛮好看的 和图片是没有色差的 它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嘛 然后还给你送了一个这种腰带 这个腰带的话 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就一般版 不算那种特别好的腰带 这条裤子的话 就是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一条 穿在身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比较显瘦啊 也比较显高的那种裤子 它这个呢 也是穿在身上 不会显那种三角去 就不会有那种尴尬的情况存在 然后呢 这条裤子穿在身上的话 也是会长度会稍微有点长 所以说需要卷个一层 或者是卷个两层 它里面呢 也是这种薄绒嘛 其实这个裤子面料还是蛮舒服 拿到手呢 也没有什么刺别的味道 就是它这个也是 线头会有一点点 就这个地方 它没有那个白色的多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一条黑色的加绒的裤子 这条裤子呢 就是刚刚前面两条的一个 同款的加绒的那种款式嘛 它这个绒呢 是真的很舒服 就是很适合冬天穿的 就你冬天穿 完全不需要穿秋裤 因为这条裤子的话 前面那两条 它都是稍微宽松一点嘛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觉得冷的话 可以在里面加秋裤 如果是前面两条裤子的话 这条就完全不需要 然后呢 这条裤子的话 它的版型和质量 和前面那条是差不多的 就这条的话 线头也还有一点点 那不是没有米色的那条多嘛 这条裤子的话 就是它这个相当于 我这一次买的黑色裤子当中 沾毛应该不是特别严重的 就这条裤子的话 它就同时放在这一个地毯上面 就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 就这条裤子 它的掉色会有点严重 第12条呢 就是这条黑色的裤子 这条裤子呢 我买的也是一个 博龙的款式嘛 它前面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还送了一个腰带 那这条裤子呢 它就是 底下的一个设计 是一个卷边的处理 穿越来说话 对于我们小个子 是比较友好 就是它的版型 我自己真的特别的喜欢 就是它真的特别的适合 你一行身材 它完全不会显快 大家可以看 我的上升图就能看出来 就真的很 就是那种 很显高显瘦 显腿直的一条裤子嘛 但这条裤子呢 它也是 就我觉得黑色裤子 真的很难打理 虽然穿得上很好看 也很显腿细嘛 就是这条裤子的话 也是有一点容易沾毛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他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其他的缺点 但这种黑色的裤子 它也是会有一点容易掉色的 最后一条呢 就是这一条 牛仔蓝色的这种裤子 这条裤子 它的颜色呢 我觉得还比较独特的 是我之前没有买过的颜色 就是一个很复古的那种感觉 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条裤子的话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这个做工啊 走线都还挺不错 完全没有什么线头 我自己看了一下 是没有什么线头 这条裤子呢 我买的是一个 加龙的款式 它有两个 规格可以选的 一个加龙的款式 然后一个是常规的版型嘛 它这个绒呢 是真的很暖和 就是过冬的话 完全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就是它整体的版型的话 还可以 就是穿的上会稍微有一点 一点显快 但不是特别的严重啊 三角区也还好 就是它是一个 比较显腿直的裤子 搭配大叶也还蛮好看的 就是这条裤子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 就是它的长度 会稍微有一点点长 就是我需要把它 它卷这么一层穿 它才会刚刚好 就适合我的腿长嘛 如果你是比我高一点的鞋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它这个面料呢 也是比较轻肤 比较柔软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 就是一期秋冬加龙裤子的 合集视频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些视频 那如果大家想看其他的合集呢 也可以在弹幕 或者是评论里面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